因应清明节扫墓时节为了便利乡民能够前往公墓祭祀先祖 秀林乡公所日前在全乡各公墓进行的第一季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作业 同时也陆续完成各公墓的用水修缮 增进民众扫墓取水的便利心 秀林乡公所日前在全乡各公墓进行的第一季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作业 秀林乡公所秉持的便民便利的服务 并且在清明节之前在全乡16个公墓进行环境清洁以及自来水设施修缮工作 提供乡亲整洁便利的环境 让乡亲有个快乐与安全的清明假期 所以水管的部分我让每个村都有水管在他们的附近 至少让每一次的我们的扫墓姐都让族人很轻松的把墓园打扫一次 那更用最简单的我可以做得到的 在短期内我们的公墓砍草 我们增加了所谓的材料还有雇工费 所以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村长 公所这样的一个策略下去 村长都能够协助公所来推动这样的工作 所以在第一时间让人民有感 我今天公墓砍草环境清洁与自来水设施修缮工作 分别在和平公墓 和中第一公墓 和中第二公墓 和人公墓 从德公墓 布施公墓 民友公墓 修林公墓 山镇公墓 甲恩公墓 加米第一公墓 加米第二公墓 水源公墓 荣树公墓 通门公墓 温暖公墓 米亚碗公墓 从光公墓 勾进16座 也期望相信在追思主线同时能够保持清洁 守护干净的木云环境 记得继续学习户了